我們都知道 大谷上一雷的時候很喜歡到二雷 但這次Nevin卻對嘗試到雷的大谷很生氣 直接走過去開念 時間來到六局下 天使隊落後4分 雷上無人 大谷打出一雷安打上雷 緊接著他嘗試到上二雷 結果直接被抓包 也有可能是最近到雷失敗的事數太多 所以Nevin很生氣 走到大谷旁邊直接開念 大谷辭辭的表情就像個做錯事的小孩一樣 低頭看著平板 接著Nevin還把一雷教練 Marshaw抓過來一起開會 大谷愛罵的場面很稀有 那麼那個男人自然不會缺席 Suarez以風騷的姿勢直接滑到水源的旁邊 然後開始一直撫摸他的頭髮 摸完頭髮接著摸耳朵 水源也嘗試說正在開會 他才逝去的走開 開完會後 Suarez 又走了回來 這一次直接把目標放在大谷身上 一瓶可能是受不了的 直接大喊 有球過來了 Suarez 被嚇到後才終於放棄 繼續找下一個目標 不過 Suarez 真的是對內的開心果 雖然他很煩 但我想也只有他能夠逗大谷開心吧 阿